在最近印尼举行的亚青赛混合团体赛中 国宇17岁天才少年张志杰 在比赛过程中突然倒地 之后送往医院救治 可惜回天乏术 最终在当地深夜11点左右 突然离世 让很多羽毛球的球迷都非常意外和痛心 从当天的比赛直播来看 张志杰是在小组赛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晕倒的 当时比赛还在进行 张志杰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突然倒地抽搐 当时国宇的主教练在场面看着吓坏了 赶紧冲进场内大声呼喊 医生帮忙救治 那个时候 张志杰还抬头看了一下教练 看起来意识还是非常清醒的 不过备受争议的是 当时场边的裁判还不清楚发生什么 居然还阻拦中国队的教练靠近张志杰 之后再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张志杰才被场下的医疗团队 带上救护车送去医院 可惜的是 最终张志杰还是没有被救治过来 在医院离开了人士年纪17岁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痛心的结果 在张志杰离开之后 亚洲羽毛球协会 世界雨联和组委会第一时间 对张志杰和他的家人表示慰问 并强调 羽毛球界失去了一位天才球员 回顾张志杰的履历可以发现 他确实是国宇非常优秀的天才球员 据了解张志杰出生于2007年 从幼儿园开始 就已经接触了羽毛球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进入了浙江省队 在去年刚刚打进国宇青年队 在这几年期间 张志杰多次夺得 15到17岁青年组的全国冠军 以及世界冠军 成绩非常出色 本来张志杰是国宇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结果却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 最终离开了他喜爱的羽毛球 也离开了他的家人 目前我们暂时不清楚 张志杰为什么会突然倒地 以及离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不过在他去世之后 网络上猜测纷纷 有些球迷猜测张志杰很有可能 是因为过度劳累导致突然离世 也有些球迷猜测 张志杰可能是本身身体有一些疾病或者小问题 因为高强度的比赛导致出现了问题 不过不管最终张志杰离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一次组委会的安全意识显然是不够的 就像刚刚所说的 在张志杰倒地之后 主教练第一时间冲上去呼喊医生 结果主裁判还担心中国队的教练影响了比赛 不让他靠近受伤的运动员 正常来说 在这个时候 主裁派应该主动安排医生上来进行救治 而不是在场边无动于衷 除此之外 从媒体透露的消息来看 在当天的比赛中 并没有看到组委会配备的除颤仪 也没有第一时间对张志杰进行救治 这些细节都没有做到位 实际上也体现了羽毛球亚青赛组委会 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 才会发生了这个悲剧 希望这一次张志杰去世的教训能够被各方吸取 下一次不要再出现同样的悲剧 感谢观看